欢迎收看《魅力东方》,我是黄宝慧 梅兰芳是近代杰出的京剧演员 不但被誉为是四大名诞之首 更是开创了京剧当中梅派艺术 在西方人的眼中 梅兰芳就是几乎等于是京剧的代名词 其实梅兰芳它的祖籍是在今天江苏省的泰州 这里人文晦翠,物产富饶 被外界誉为是祥瑞之地 今天《魅力东方》就要带着您去这个祥泰之州 感受一下幸福的滋味 把民间记忆玩得有模有样 这里是泰州民众平日最常聚会的地方 一尊梅兰芳的汉白玉雕像静静坐立 安详凝视着每个昼夜 那他右手拿着一把折扇代表他出生于梨园世家 左手拿着一本书呢代表他对京剧艺术 孜孜不倦的一个精神 那整个雕像呢有一个细节之处 就是他的右脚是微微翘起的 微微翘起呢就代表他作为一名京剧艺术大师 平常有一个打拍子的习惯 美兰芳 江苏 泰州人 毕生钻研京剧以丰沛的情感 投入淡角的演唱和表演 创造了具有独特风格的表演艺术流派 梅派 在美兰芳诞辰的120周年 泰州市举办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 那他也是第一次呢在京剧里面 添加了这个画黑眼圈 使得眼睛更加有神 贴病角 使得脸看上去像鹅蛋脸 让泰州人更引以为傲的 除了梅兰芳她在艺术上的成就 还有当年抗日时期 那傲骨的气节 日本人侵略香港以后 梅兰芳是不再刮胡须 他是刘启伦胡须 来反抗日本人的一个演出邀请 一幅幅的画作展现了梅兰芳在艺术创作上的多元 却也倒进了爱戏如痴的她 无法登台演出的无奈 笔下梅花的坚针不屈 或许真是梅兰芳内心的字况 如今在泰州 人们不光可以坐在剧院里 细品京剧的老味道 就连夜游泰州有名的奉承河时 也能浅着奇妙 细细品味慢慢感受 文化的味道就在这些细节里 显得特别优雅想太 而这样的浅移默化 就连吃早餐都成了一种艺术 早茶是过去汉人社交饮食的习俗 但在生活脚步飞快的今天日益少见 吃早茶它必须有这样一个文化习惯 就是说你生活会必须比较慢一点 因为像在泰州的时候 我们可以马上在那边可以看到很多老人 然后他自己点一盘干丝 然后就喝一点酒或者喝一点茶 然后加一加干丝 可以吃两个小时 就是说在一个桌子上 他们在拼桌 然后这边是一个老人 这边是一个老人 我们坐下来之后 然后就再聊一聊 一盘烫干丝 一碗鱼汤面 再加上一笼蟹黄汤包 这就是当地人必点的老三样 早茶的艺术在于讲究 讲究食材 讲究时间 更讲究一种生活态度 这个汤啊 汤鲜 很好吃的 这个汤吃的舒服 你从哪里啊 我从昆明啊 这个汤包你又吃起来 还可以 味鲜 透露 还有这个皮包 汤也鲜 这看似简单的小小汤包 其实大有来头 泰州人叫它 静江蟹黄汤包 而它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在过去我们这个人们生活水平还不高的时候 尽量就有汤包 这个时候呢 汤包油脂又大又好 我人们生活水平底的需要都切一顶油的 现在我们的汤包就是这样的 汤清不腻 取而不由 味道鲜美 很适合现在的客户 它的主要原料是螃蟹 那么它的馅料呢 主要的就是用鱼肉皮 老米鸡熬汤 一般要熬六个小时 再把它冷冻凝固 变点皮冻 变点皮冻 把它嚼碎以后 不然它很热 就变成汤包馅了 从馅料到汤汁都费时耗功 光是用人工将这些蟹黄挑出来 就得花上好几个小时 更不用说还得把汤 完完整整地包在里面 因为我们这个皮呢 它比较有劲 但呢这个又比那个包子那个皮呢薄 你用筋呢用筋太大了可能会断 但你不用筋的话你拉不住 你必须要达到这个三十个左右 大约你估计这个学会的话 估计最快的六到八个月 汤包好吃在于汤 汤包难吃在于汤 这细节的讲究 连入口的时候都得细细打官 有三二个四 拿的时候叫轻轻提 快快鱼 快快鱼 就是拿到垫子里面叫快快鱼 谁开窗就在汤包上面开个小口 会用汤 这样子呢就比较无形了 就是这样的坚持 让陈世荣的汤包成了当地的最佳美味 而现在这道近江美食 也因为他们的用心走遍中国大陆 这几年呢我们又发展了这个外带的汤包 就是大家可以带出去 然后呢我们近两年我们又开创了这个网络的营销 我们在稳固产品质量的同时 采取更多更多的这个营销的手段 细节的讲究生活的优雅 从艺术文化到饮食文化 或许就是这样的态度才让泰州这个城市有了想太之洲的力 澡茶原本是古代汉人的饮食风俗 而泰州将澡茶的习俗给继承了下来 以独特的味觉艺术融于人们的生活当中 泰州的澡茶不仅是着重在吃 更是重视的亲友们聚在一块儿 画家常的情感联系 祥台之洲的氛围 或许就是台湾人所说的一种慢活姿态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位于泰州的珍湖国家湿地公园 是江苏省第一座国家级的湿地公园 在当地的政府是善用天然的环境 努力提升民众对于生态保育的意识 也结合了绿色休闲旅游的行程 让寓教娱乐在生活当中 表现出了不同的康泰之洲 姬勇的浪花为平静的湖面 谱出了翩翩乐章 这里是江苏省第一个设立的国家级湿地公园 青湖湿地作为目前最年轻的一个五威级湿地 在全国来说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原生态 像我们公园所处的位置也是非常独特的 它是位于全球鸟类千飞区 东亚至阿大利亚这条线路上 所以每一年都会有特别多的候鸟到这儿来栖息 湿地有着天然的生态进化作用 许多珍稀水情的繁殖和迁徙都离不开湿地 也因此湿地不但是鸟类的乐园 也是地球之圣 由于地势的关系 泰州得天独厚 拥有珍湖这么一处原生态的天然湿地 它就是一个锅底蛙 一个锅的锅底 它的地势是非常的低的 水全部都是天然形成 那整个这一片的面积呢 是一万两千亩地左右 坐着摇鲁船听着地方小调 这难得的宁静 其实得感谢当地政府在数年前 从工业与生态的两难当中 选择了珍重自然 现在这环境不但成为泰州的城市名片 也成为了江苏省的骄傲 优质的天然环境除了美景 还除了美蟹 有句话说 南有城湖炸蟹 北有珍湖断蟹 这里说的断蟹 指的就是珍湖湿地出产的蟹蟹 秦湖断蟹 以前在我们秦湖 就是人家养蟹的时候 在一个断 密着那个断 就是断上面跑过去了 就是这样子 为什么叫全物断蟹 就是说明这个蟹 它有腻 比较鲜 能与阳城湖的大闸蟹分庭炕里 炕的就是当地成天然的实地水质 没有人工喂食和投药养殖 断蟹的味道就是特别鲜甜 它这个肉质啊 就是吃的时候 它有点那个 它那个有点 我们这杯 偏甜 然后它这个 这个黄比较多 现在的珍湖断泻 一年新增农产值高达了6000万人民币 跟过去比起来 当地养殖户的收入足足翻了4倍 这似乎也证明了 当绿色生态的理念彻底落实的时候 不但能够为人民带来健康 有时候更能创造财富 在泰州同样以保留自然生态而闻名的 还有中国银杏的遗争 2001年当地政府毅然决然地留下了这一片银杏森林 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全中国大陆面积最大 数量最多的古银杏水落 当初的时候呢 这块这个银杏树呢是实际存在的 只不过呢这个下面呢 全部是一个杂草重生的一个现状 那经过我们01年的时候 经过我们泰性市委市政府的决策之后呢 那把这个古银杏这块把它保护起来 那么成立了一个古银杏森林公园 那到去年的时候呢 我们申报了一个国家级的这个古银杏公园 这个银杏公园啊 本来就是一个保存的 保存这个历史古迹和化石的地方嘛 让我们常常来 每年都要来这边好几次了 这边空气啊 还算不错 还算好得多了 现在的古银杏公园 不但成为当地人的修气好去处 更成为了科普教育里的最佳版本 正好这两天秋高气场嘛 正好今天天气也很不错 主要是带他们到大自然里面 来体验来感悟 走进自然里面来观察观察 把生态保育当作城市建设 泰州让生态成为独一无二的表述语言 借留住了天地的馈赠 也从教育里面康复了泰州人的心灵 我们讲泰州是一个康泰职责 是一个康泰职责 所以要健康到泰州 为什么讲它是一个康泰职责 我们的生态建设应该说 我们的这个空气质量 综合的这个平定在江苏 也正是在前列的 事实上想要成为康泰之州 除了细节上的用心 还得要有长期的规划 才能够让这一片古银杏森林 发挥出更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公园的真地面积是1600公顷 那目前我们整个园区呢 这个100年以上年性数呢 有13800株 从我们这个古银杏公园里面 产出的白果呢 目前大约在8000吨左右 8000吨的白果在泰州人手里 摇身一变成为了新兴食品 能够这么说 是因为近年来科学家发现 银杏不但能够改善 血管血液的循环 也是一种胖氧化剂 在体内有助于清除 有害物质和自由基 过去是以销车这个原果为主 那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 一些技术生物技术的一些开发呀 把这个银杏生存的一些价值 把它充分地利用起来了 那比如说我们从银杏国里面 提取的这个银杏油啊 称之为液体黄金 将银杏从观赏变成了产业 将森林从生态变成了教育 在泰州原来健康不是一个名词 而是一种行动 更是一种态度 或许就是这种由内而外 由真而实的坚持 才成就了康泰之州 最美丽的样貌 银杏类的植物 在两亿七千万年前就已经生成 而和它同盟的所有其他物种 现在都已经全部的灭绝 因此银杏也被称为 是植物界当中的活化石 在经济发展主导的今天 泰州却坚持保留这块 古银杏森林公园 不但留住了珍贵的天然资产 也发展出了独特的银杏医学领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俗话说上善若水 水能生津 而长江贯穿了整个泰州 近百公里的井海岸 让泰州成为城南起北的水路要津 只不过具有交通地理优势的泰州 在城市的发展上 却没有大力发展工业与制造业 反而是选择了医药研发产业 如今泰州的中国医药城里头 集聚了国内外50多家知名大学 和医药研发机构 430多家的医药企业 不但成为中国大陆首个国家级医药高新区 也走出了鲜明的城市标志 不同于一般的城市样貌 在江苏泰州 眼见所及 不是商场或是工厂的开发建设 而是一个个专业的医疗机构 泰州在思考 我们一个偏重的工业结构 怎么样子找到一条新的发展路径 这个路径可以符合国家的 这个发展的产业导向 因为能够这个 比较更好的可持续的发展 这里是中国大陆第一个 国家级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中国医药城 中国医药城是它国家发展的一个医药城 所以周边各方面的配套非常完整 然后我们在这里 当作我们进入中国第一个视角时 来自台湾的赖信源说 当初就是看好这里 对医疗科技产业的重视 所以才想来实施身手 而这些年他也发现 因为泰州对于医疗产业的多元投入 当地民众的就医习惯 也出现了改变 他以前医疗上 如果只看病就是挂水 那现在他会从这个推二贴开始 先来试试 所以他这边医疗的方向也慢慢在习惯上 也慢慢在改变 不再追求塑效改以温和的方式消解病痛 在医疗产业发达的泰州 中医里为领先防的观念 已经成为线下的医疗选择之一 这看似像化学实验室的地方 里头正在研究的就是传统的中医药 我们现在使用这个胶囊和片剂 应该也是延续这个老祖宗的一个思路 进行了一些拓展 让我们的服药更方便 然后更便于储存 更便于运输 这家药业集团的中药研究院 将传统的中药开发成现代的医药形态 采用严格的科学试验 将传统民方予以定性 定量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可以受益于中药 因为无论从明老中医的经验方也好 还是医院的医院之际也好 大多具有20年以上的这个使用年限 所以它在疗效和安全性方面 都可以提供很好的证据和保障 而这一点呢 其实就是从临床来到临床去 将中医的智慧结合西医的技术 既然要把医疗产业作为程式名片 除了要能够在软件上全方位的研发 在硬件上当然也必须要有所突破 我们最开始开发的这个现状产品 是用于职工人领域的 那么我们就是想把它进行产业化 发现会有一个瓶颈 就是说我们需要跟别的公司进行合作 这些跨国公司的它的这个创新能力比较成就 它不愿意打破原来的一些常规性的一些模式 所以我们就决定自己来做这些产品 就是透过改良磁线圈本身的功率 得到成像更清晰的检查结果 这家专精于医疗器材的公司 已经能够制造出体积精巧 价格低廉 并且符合国际使用标准的全身词 共振扫描线圈本身词 未来五年 中国医药城预计能够创造出 1000亿人民币的产值 而这也让泰州有了个富泰之州的称号 事实上泰州的富裕除了医疗产业之外 还有一个闻名全球的产业 造船业 造船我们已经成为一个造船 这个完工量中国大陆第二的城市 应该说这个造船当中 它是一个举着轻重的地位 而且这个虽然是个传统产业 但是这个传统产业提升得很快 关键是你做什么样的船 泰州地处长江下游北岸 水域寄深且阔 这给造船业带来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20年来 随着市场的需求和造船技术的改变 泰州造船业也从制造轻便的干货轮 摇身一变成为国际远洋邮轮 货柜轮的重要供应商 90年代初期我们没适合造一艘船 说外面我们年过的时间 现在我们最高的领分 我们造了31艘船 420万产业 应该是我们的效率明显提高 泰州造船业2013年的总产值 高达了916亿人民币 每年更以稳定的速度持续增长 而他们能够将传统产业升级 靠的就是技术 先是把船头建好 然后往里面装东西 现在我们采用计算机模块化以后 我们就是把能装的东西 在缝段阶段我们就把它装进去 这样就明显的效率得到了提高 不论是医疗产业还是船舶产业 泰州都看准了科技的未来能量和市场 长期投入的人才与技术将这个城市 稳扎稳打地形作为富泰之中 泰州介于上海与南京两大都市圈之间 在城市的发展上 巧妙地运用了这两大都市圈的经济发展 与人才资源 建构属于自己的明星产业 我是黄宝慧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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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